问几个问题 咋认识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和我同学一起派学生作业 然后我那个同学和他是朋友 当时就是出了一个饭局 然后在饭桌上 我们就挺有演员的 压了微信 然后他就跟我表白了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在一起几年了 一年 饭店开了多久了 半年多 饭店现在谁主要在操持 都是我干呀 不是这样的 就我们开了这个店之后吧 繁琐的事情很多嘛 每天根本也没有精力 去打扮自己 去店里之后就忙手忙脚的 有时候他就坐在那儿打游戏 有一次有一个顾客 打来电话嘛 就说要解决问题 我当时已经在 给人家做着东西呢 我说来电话了 你就接一下 他连电话都不接 就坐在那儿打游戏 理都不在理我的 不是的 那次是因为他自己 先违反了我们之间的规定的呀 我们俩之间定了个规矩 就是说 要是有男顾客打电话 就女方接 要有女顾客打电话 就是我来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俩一直认为 这男女沟通比较方便嘛 这是谁出的主意呢 我们俩商量的 我们俩商量的嘛 那当时那么忙 就是忙到那个节骨眼上了 我让他打个电话 他还跟我讲什么约定不约定 他这人是不是太呆板了呀 那个 他现在急着结婚对吧 对 你不想嫁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还太早了 什么时候就不早了 就等他心智成熟一点 我们俩都稳定下来 这个稳定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稳定的有保障 然后他对我们两个的未来 有所规划 这不是开了店了吗 没规划不是已经开始做了吗 但是他现在就天天这么耗着 一天一天地过日子 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以后结婚要怎么买车 在哪儿买房 我们的父母谁养 这些问题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不要买车 买呀 在哪儿买房 因为我俩现在也没有考虑 就是到底要 以后在哪个城市定居 只要决定了 就是随时都可以买嘛 那你打算在哪个城市定居 我比较喜欢厦门 但是他不喜欢那边吗 就也没说定下来 就没定下来 那你们俩现在在哪儿生活呢 在南京 店开在南京 也不错呀 好城市啊 对呀 父母怎么养老呢 我父母他们在兰州做生意呢 你今天多大 24 你今天多大 24 哎呀我真是心疼你们呀 24岁要考虑这么多的问题呀 丁老师给你分析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爱情讲的是 风花雪月的浪漫 男人婚姻讲的是 我给你分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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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